那第二個 對於性行為非常害怕跟恐懼 可是又會因為有生理需求而自慰 那這樣子矛盾的行為 是無性戀還是因為過去的經驗不好 我覺得這個問題問的非常好 我希望你們可以聽一下 什麽叫無性戀 性戀就是什麽什麽性戀 異性戀、雙性戀、同性戀、無性戀 而且它都是一個性取向 那這個性取向呢 無性戀這個性取向 它是當你如果是無性戀 假設我是無性戀者 我會覺得我看到的任何男人或任何女人 對我都沒有吸引力 我看到任何人 不管再帥 在別人再怎麽樣渴望的那些幻想的男女明星 對我來說我都不會有慾望 還有另外一個是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 但是無性戀的人不代表他不會做愛 如果我用我當比喻好了 我今天是一個看到任何人都沒有慾望的人 但是我為了傳宗接代 我必須還是要結婚 在這個情況之下 無性戀者還是會跟一個男生結婚 去生小孩的 所以無性戀者是會有性行為的 只是他並不會這麽享受在性行為裏面 好 性取向不等於性行為 我剛就是要講這個 無性戀者不代表他沒有性行為 他還是會做愛喔 他只是對任何人都沒有愛戀的感覺 這樣有沒有很白話 我看到任何人都不會有 讓我想談戀愛的感覺 但是我可以為了某個目的 跟某個人做愛 結婚 翻顏後代之類的 有性行為 所以無性戀的人還是會有性行為的 好,那我要回覆這個人的問題就是 他可以自慰、不喜歡做愛 那他是無性戀者還是因為曾經的不好的性經驗導致的 其實我覺得你還在摸索你的性取向 你其實現在還不確定自己是不是無性戀者 你必須要先放下你現在的恐懼跟害怕 因為你過去的經驗讓你現在很恐懼很害怕 你必須先把這一關過了 你要先把過去受傷的那個小孩 讓他復原了之後 面對現在的自己 把那個害怕跟恐懼放下 你才有辦法知道自己真正的性取向是哪一種 所以我沒有辦法跟你說你是不是無性戀者 還是因為過去的經驗導致你有現在 只能自慰、不享受性愛 那有些無性戀者他是會有改變的喔 有些無性戀者他遇到對的人 開啟他的慾望了 他就變成異性戀啊或同性戀啊或雙性戀啊 那有些無性戀者他一直都沒有遇到那個開啟他的人 即使有了他也不覺得被開啟了 然後他就一輩子一直不喜歡這樣子的情形 這兩種情形都有 那就是看你是哪一種 所以第一個你先放下你的恐懼跟害怕 第二個 然後讓自己跟新的對象 好好的去享受 這件事情 如果你真的發現你還是不能享受 不管跟誰都還是一樣的話 那也許你的興趣上就會是這樣子的 那如果想要再知道更細一點的人 可以去把Paper找出來看 因為我想我再講更細一點 你們就會跑掉了 因為根本聽不懂